十五岁的朱兰出落得像一朵春天的花 她热情 善良 聪明 对人和蔼可亲 潘少奶奶特别喜欢她 虽然当时朱兰还不够博学 但她很为学识渊博的祖父和出生相生之家的母亲感到骄傲 她也非常爱潘少奶奶 为她做了不少事 潘少奶奶常对公公说 那么多人都夸朱兰长得漂亮 可我欣赏她心胸博大 我看凭这一点她就前途无量 朱兰十六岁时 梅人就快把门槛踏破了 求婚的有富商 朝官 穷文人 还有冒险成功的爆发户 梅人们把南方夸得天花乱坠 有的甚至贿赂潘家亲戚 希望印下这门亲事 听到这些 潘少奶奶可真被惹火了 她让门房把那些梅人通通打发走 一天 来了个年轻英俊的爆发户 是潘老太太的侄子 潘老太太认为 这门亲事再合适不过 她告诉儿媳 她很为这位侄子感到光彩 她还说 她侄子第一眼就像中了朱兰 她很有出息 十二岁到了旧金山 靠自己干活挣钱 刚刚回来 今年都二十五了 还从未像中别的姑娘 她在旧金山开了一家铺子 婚后会带太太一起走 她回来后 有许多说亲的 要给她找个财貌双全的姑娘 她都没答应 她父母都很喜欢她 答应让她自己找太太 潘老太太跟潘少奶奶 说了这个打算 恋她吃惊的是 少奶奶只支支吾吾地回说 已经答应了朱兰的母亲 由朱兰自己挑丈夫 最好去问朱兰本人 当天晚上 少奶奶到朱兰屋里 讲了这件事 朱兰抽叶着说 她不愿嫁给那个 要把她带到遥远一帮的人 如果那样 就要和养母永远分离 再者 她不会嫁给一个 认不了几个字的男人 这件事很快就在 潘家亲友中间传开 潘老太太对少奶奶和朱兰 极为不满 她对亲友们说 我倒要活着看看 朱兰到底嫁个什么大官 来年春日的一个早晨 潘老先生告诉儿媳 昨天晚上 他请了一位贵客 今天来家吃晚饭 就是这位贵客 给潘家提携的匾额 他可是京城的药员 经考重事后 既被公亲王选用 对潘老先生来说 能招待这样的上兵 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更何况 这位上兵已经拒绝了 城里许多要人的邀请 他到广州来 只为给父母扫墓 几天后寄回京城 据说公亲王把他视为 左膀右臂 将来肯定官运亨通 他还写的一首好字 远近闻名 许多人都想向他求自 以在亲朋面前炫耀 你知他为什么单接受我的邀请 潘老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他听说我收藏了不少 他外曾祖父的书 那老先生 可是嘉庆年间的大诗人 大画家 还是我妈的表亲呢 潘老先生在他那间 摆满古玩的书房 招待这位贵客 书房里悬挂着 不少西式罕见的字画 宋明时期的瓷瓶里 开满了兰花和牡丹 书房里还有一只 汉代的青铜香炉 只在赏画时点上 到晚上 灯笼也打起来 夜来香 芳香四溢 贵客身着便服来了 他叫潘老先生 叔叔 真可谓文质彬彬 芬度儒雅 晚宴规模并不大 因为贵客不希望太正规 吃过晚饭 客人表示 想向潘少奶奶问候 他说 少奶奶的父亲 做过他的私塾先生 在那个时代 先生和学生的关系 就像父子一样 潘老先生高兴坏了 嘴里不停地说 巧遇 巧遇 朱兰进来帮着 打卷挂肘 她穿了一件深蓝色 丝织上衣 黑段子裤 皮肤像清晨的莲花瓣一样 粉嫩鲜艳 八眼睛里流露出 温柔和亲切的神情 一张樱桃小口 微微喊笑 更给她增添了迷人的魅力 她那苗条的身影 在屋里飘来飘去 潘老先生向客人介绍 她是杨女士 她文雅地 倒了个万福 朱兰开启画轴时 手指富有魅力地 一开一合 好似雪白的睡帘 这富于韵律的节奏 使这位著名学者 不由想起了一个春夜 写下的一首动情的诗 她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她 这个夜晚 在她心底 又留下一首新诗 把她带回到二十年前 当时 她正渴望向心爱的人 唱一曲最喜欢的歌 她在京城 见过无数的迷人歌女 和宫院疏离 但现在看来 她们只不过是些 经过雕饰的假花 几天之后 潘老先生的一个表妹 带来了贵客的婚帖 她说她讲的都是真的 那学者被朱兰迷住了 而且是她 让她来向朱兰求婚 她已同她侄女结了婚 可她侄女得了肺病 不能生小孩 而且有好几位医生 说她活不了几年 她是来问潘家 是否愿意 让朱兰做她的二太太 也就是说 等她原配夫人死后 朱兰去填房 潘老先生和潘少奶奶 考虑了两天 都拿不准主意 他们觉得 错过这门轻事 未免可惜 可让朱兰去填房 也不妥 潘少奶奶 把朱兰叫到自己屋里 问她是怎么想的 朱兰羞于其口 只说 一切都依养母 潘少奶奶理会出 朱兰并不反对这轻事 可这么快就得定下来 她有点受不了 潘家表妹打发丫头送来口信 她侄女打算第二天和她一起来潘家 但并不准备呆长 她暗示他们会带着李来 走亲房友 这是惯例 潘家即刻给这位表妹和丁太太 我父亲的原配夫人送去请帖 他们自然接受了 第二天 丁太太同潘家表妹一起来了 潘老太太和潘少奶奶招待很周到 丁太太称潘老太太姨妈 并叫余人送上礼来 大都是吃的东西 丁太太虽然虚弱 可显得特别高兴 晚饭前 她对潘少奶奶说 希望潘家接受婚帖 她说自己身体不好 照顾不了丈夫 觉得怪对不住她的 医生劝她多休息 不然活不多久 她说亲戚们都夸朱兰好 她丈夫也喜欢她 倘若朱兰跟她丈夫结婚 她保证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她会把朱兰当亲妹妹 让她主管家里的一切 潘少奶奶被丁太太的真情和不幸 深深打动 她以前听亲戚们说过 丁太太有一副菩萨心肠 而且那么喜爱朱兰 看来朱兰跟他们过日子 没什么问题 又过了一天 潘家表妹来告诉潘少奶奶 公亲王派来电报 催丁先生夫妇 尽速离岁返京 三天后动身 得赶快定情 她说等朱兰生了头一个儿子以后 再向亲戚们宣布这婚事 也没关系 而且她可以带朱兰去拜丁家宗堂 潘少奶奶同公公商量了一下 觉得不该错过这机会 于是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 朱兰对潘少奶奶说 她欣赏丁先生的书法 而且丁太太又那么善良 她愿意跟丁家一起回京城 她想 如果祖父和母亲还活着 也会同意的 动身前两天 丁太太送来四盒珠宝 十卷丝绸花段 潘少奶奶收下后 回送丁家一顶礼帽 一双靴 一件长袍 和一套文房四宝 这样 丁先生就成了潘少奶奶的姑爷 朱兰一想到就要离开养母 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 她忍受不了离别之苦 哭了三天 潘少奶奶也很难过 可还是想发安慰朱兰 她把朱兰打扮成新娘子 送给她四箱衣服 四箱上好的丝绸刺绣 还精选出珍珠 宝石 翡翠耳环 手镯 和装饰头发的绳花 在几年之后的 义和团运动期间 这些珠宝全丢了 当时 从广州到北京 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到北京后 有一天 一个小媳妇 带着个小女孩 来见丁太太 说是丁先生的妾 女孩是他女儿 来和他们一起住 丁太太想 准是丈夫在外纳了妾 得让他们住下 对这种事 原配夫人 要有气量 丁太太没什么办法 只好让这娘俩 进了家 朱兰这时才感到 同一个有三个太太的男人 一起生活 一点不浪漫 而且 那小媳妇讲 在她之前 还有个二姨太 已经死了 这么算来 她该是三姨太 朱兰在她之后 就是四姨太了 朱兰太失望了 丁太太也对眼前 发生的一切 感到懊悔 她常怀有歉意地 对朱兰说 老天爷会保佑我们 你能生个儿子 在朱兰第一个女儿 出世的前一年 丁太太死了 朱兰想 这也算是老天保佑吧 丁太太一心想着儿子 要是看到自己生了女儿 准会伤心失望的